国语有生善书 群仙家言录 主著先佛为白阳先佛 济公活佛乐会菩萨院长大人 礼府千岁问曰 修道之人只有外功 没有内功 将来结果如何 天然古佛答曰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古之礼不易 上天堂再修内性 但是在天堂修内性 比在人间修更困难 在不能修者贬入人间再修 或享福尽功德消矣 为什么现在之修道圈内 会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 欲修是非欲多 到底为什吗 修道就是要修这种心 至于杀道淫的心 不要说是修道人 于是不在道中之人也少有的 是非之心就是阻碍道的发展 看来是是非非并无什么严重 其实阻碍道物发展是甚大的 受是非之傍者 心若不起憎恨 其前世未了之罪业由此而消 是非之诽谤者 其罪自己承担 若以至于人之退道时 其有无量无边的罪业 请问古佛 一贯道是什么意义 孔夫子对于曾子说 参忽 无道一以贯之 儒家思想重在实践 乃以一切贯通万事 都要切实地立行 一者一切 包括天地人一切 上自天界 下至阴界 中至人间 都要连贯起来 去实践立行大道的真理 修道谈考 是否都由天降 非也 谈考是修道者 自己一种的安慰 大考是由天降 小考是由人自招 或是修道者 过去式的一种因果成熟 天的意义是什么 天的另一字是天 以至于无浊气者 可以上天堂 而上天本是不污浊的地方 又天乃人之得意为大 依照天的义理去实行 便是天的宗旨 所以大之上有依 为什么现在叫做白阳期 白是秋天的收成期 春种下长秋收冬藏野 一定要亲口吃素 无极礼天是纯阳无音之境界 有音质之人不能到达无极礼天 后面有求到的好处呦 无极老母垂次班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 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元灵树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遗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必亦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六脉条和累计六年者 可筑集无极正道院 可去礼天修行 求到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到后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到后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到心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到后去佛堂班会听道里 在地府或地狱受苦祖先 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清口后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祝福福德修行 感谢私命真君造君的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小编写 阿弥陀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尺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尸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